大家好,欢迎来到线上专案分析,人为的危险。 第一个案件是关于一个中国的小学生,很不幸的患上了晚期肺癌。 根据报道,这名12岁的小男童的妈妈说, 她的儿子生活作息不规律,不怎么吃早餐,即使午餐和晚餐也是父母追着喂才吃上半碗, 而且摆开水基本上不喝,口渴了就喝汽水和果汁而已。 这名妈妈也透露,儿子特别喜欢玩手机, 有时会在深夜的时候,趁着父母睡觉,偷偷拿手机来玩,经常熬夜,生活作息不正常。 我们不知道,这位小男童得到了晚期肺癌,是不是因为他的生活作息或他的行为而造成的。 但是我们都知道,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会生病。 因为生病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安全。 基本上,病是一种危险。 所以,我们应该要听从爸爸妈妈的劝告和提醒, 不要等到发生危险后才后悔。 而且不听从爸爸妈妈的教导, 会令爸爸妈妈非常担心,而且会伤心。 记着,我们必须要有正常和良好的生活作息, 也要时常提醒自己的行为。 第二个专案我们要分析的是, 关于一名蓝童的母亲把车停在路边, 就走下车去路边的档口买早餐。 当时,这名蓝童的母亲并没有吸灭汽车的引擎。 结果,被一个男人进入车内。 而且,还驾走了这辆汽车, 也一起把当时在车上的蓝童载走。 而这名蓝童失踪了两小时过后才被发现。 报导并没有说明这名小蓝童有没有被伤害。 千万要记着,如果爸爸或者妈妈留你在车上, 要提醒他们,记着要锁门, 最好就是不要单独地留在车内。 我相信,这个案件是发生在这名妈妈所熟悉的地方, 而且她应该是时常都做这回事。 所以,她才那么的不小心。 危险不一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 但是,我们也不知道危险几时会发生。 所以,我们不能有侥幸的心态。 因为,我们不止几时坏运气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 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压在运气上。 让我们再看一看第三个专案。 一名华裕蓝人在公共场所被绑架。 根据报导,这名蓝人除了不断的挣扎, 也以马来话高喊求救。 但是,周围一带有不少的民众都不敢向前引救。 只是在保持一段距离下, 以手机拍摄下整个过程。 幸好,过了不久, 这名蓝人还是给绑匪释放了。 想象一下,如果这名蓝人没有被释放, 他的后果是怎样呢? 有没有留意到, 这个报导说, 四周围都有不少的民众, 但是,大家都害怕惹祸上身, 都不敢向前引救。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? 如果没有人可以救你, 那么,你必须要有能力从坏人的手中逃脱。 在这个专案, 我必须强调一点, 就是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这种状况。 我的建议是, 千万别轻视了这种危险。 预防肾与治疗, 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避免潜在的危险。 如果不能在危险发生前离开, 那么, 我们就必须要有智慧, 如何从危险发生中安全地讨生。 因此, 个人的预防能力和自信是非常重要的。 好的, 让我们再继续最后一个专案。 根据报道, 一名华育女童独自走到店外和野猫玩耍, 差一点被步伐分子拐走。 根据报道, 当时有三名坐在车内的男人在经济饭店前逗留约半个小时, 而一名华育女童则因被野猫吸引而走到经济饭店前和猫玩耍, 而女孩的父母则在相隔月十间店的另一家饮食店内。 随后, 车内的其中两名男生下车于女童讲话数分钟, 所幸被经济饭店的一名员工发现, 向女童了解情况后, 就把女童带到店内, 而这三名男子也迅速驾车逃离现场。 同一则报道, 作出提醒, 旁往时分会比较多车辆往来, 加上林静勇补习班, 如果亦不留神, 小孩或会被拐走。 也有另外一个提醒, 富裕家长在外面要注意孩子的活动范围, 同时也要关注他们防范知识, 学习保护自己, 学校也必须加强宣导工作, 提高小孩的安全意识。 最后, 据了解, 在某一个地方也发生同样的事件, 则小孩在饮食店, 差一点被不明人士拉走。 最近, 治安不好, 民众真的要小心, 别让孩子独自一个人。 大家想一想, 除了初心大意的父母, 为什么这名女童不知道单独一个人在路旁是有危险的呢? 为什么这名女童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会注意安全? 我想, 这名女童和她的父母都非常熟悉这一个地方, 可能对孩子安全的意识不是很了解, 而女童本身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。 幸好, 这名女童和父母的运气很好, 不然的话, 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了。 没有任何父母愿意看到孩子受伤害, 因为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, 国家的同僚, 所以大家都有责任保护好孩子, 而孩子本身更有责任自我保护。 我们都明白, 除了安全的意识, 行为、知识与策略, 可以确保我们的安全。 我们也知道, 爸爸、妈妈一定会确保我们的安全, 而他们的方法就是教导我们, 提醒我们, 什么是可以的, 什么是不可以的, 什么是对的, 什么是错的, 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他们的。 你可能会觉得爸爸、妈妈时常啰啰嗦嗦, 每天重复同样的提醒, 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我们会受到危险的伤害, 因为他们是最爱我们的人, 我们必须听从爸爸、妈妈的, 免得他们担心和伤心。 有些时候, 爸爸、妈妈在提醒我们的时候, 你都会回答说, 知道啦, 不用再讲啦, 其实, 如果你没有照着做, 你并不是真正的道。 人的一生, 什么最重要? 为什么它那么的重要? 是的, 我们的生命最为重要。 因为, 生命是不能够重来的。 那么, 在我们的生命中, 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呢? 是的, 你可以说是空气、 教育、 安全、 健康、 自由、 情感、 家人、 亲人、 朋友, 以及食物等等。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基本需求。 在我还没进入正题之前,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教育的事情。 许多时候, 当我们谈起教育, 非常多的人就会和学校、 读书、 连上了关系。 没有错, 但是, 我这里所讲的教育是, 学习。 我个人认为, 学习是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学习, 任何的时间学习。 我也认为, 学习不是为了应付考试。 学习应该是学一些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关系的事情。 因此, 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, 学习的内容和平台。 因为, 有许多重要和基础的知识, 不是学校可以进行的。 如果, 如果你只认为有学校才有学习, 那么, 万一有一天学校被关闭了, 你还有机会学习吗? 在我们的生命中, 自由是非常重要的。 要得到自由, 我们必须学会远离犯规与犯法的事情。 培养良好的性格, 成为有情有益和有人性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远离不健康的事情以及一些不安全的事情。 想一想, 如果在生命中失去了自由, 或者没有情感以及不健康、不安全, 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开心吗? 我们会幸福吗? 当我们明白了生命的重要, 我们就更应该懂得珍惜生命和爱护生命。 但是, 如何爱护和保护我们的生命呢? 是的, 安全可以保障生命, 而危险却伤害生命。 因为安全可以保障我们的生命, 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的安全更重要了。 但是, 我们如何确保自己的安全呢? 是的, 安全的智慧可以确保我们的安全。 安全的智慧是来自于预防能力和自信心。 要有良好的良好的智慧能力, 要有良好的预防能力, 必须提升个人的警觉能力。 良好的智慧能力, 预防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危险发生前安全离开。 体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危险发生中阻止危险进一步的伤害, 全身而退。 全身而退, 安全回家。 要确保安全, 必须要有正确的安全理念。 我们必须学会不伤害自己, 不伤害他人以及不被任何危险伤害。 以自己的安全为出发点, 学会自律、自控、 尊重、 学会爱别人、 关怀别人、 尊重别人, 以及预防能力和信心。 接下来,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绑架的事情。 被绑架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事情。 许多被绑架的儿童永远都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, 甚至有些被杀害了。 为了避免被坏人拉走, 你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, 重视父母的提醒和老师的教导。 而且, 这种危险可以发生在任何人, 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。 什么是拐带? 拐带就是, 你愿意同意跟随那个骗你的人。 什么是绑架? 绑架就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, 你也不愿意, 它以强硬或者暴力的手法, 把你抱走。 应对拐带和绑架的方法有不一样。 但是, 我不会在这一次的分享和大家讲解, 因为我必须确定大家有正确的概念和知识, 才能继续的深入了解。 我们先谈一谈被绑架的原因, 被绑架的结果, 以及如何避免被绑架。 被绑架的原因有很多, 例如, 为了钱, 为了侵犯你, 欺负你, 甚至是杀害你, 被自己的亲人绑架, 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, 但是, 我们暂时不在这里探讨。 许多人认为, 万一被绑架了, 只要付了钱, 就可以安全回家。 但是, 许多时候, 受害者都会被侵犯, 被暴力对待, 甚至被杀害。 如果绑匪只是为了钱, 那么, 我们如何避免被绑架呢? 其实, 大部分的绑架案是可以避免的, 你只需要提高安全意识。 一部分的绑架活动, 都是为了钱财, 因此, 儿童比较容易成为绑架的对象。 也有报告指出, 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好, 孩子比较容易成为绑匪的目标。 记者, 富有的家庭是没有罪的, 但是, 有些行为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。 千万不要炫耀自己的财富, 也不要在网络上泄露家庭的信息, 避免掉入坏人的陷阱。 尽量保持低调的风格, 避免穿戴经营首饰和乱花钱。 尽量不要随便宣要贵重的物品和钱财, 也不要和朋友做比较。 绑匪除了为了钱, 还有其他原因会绑架小孩子或女人。 我会在其他的课程和大家分享, 以及做出提醒。 不要以为绑匪只要有了钱就不害命。 虽然大部分的绑架的目的地只是要钱, 但是并没有代表不会伤害人质。 万一被绑架了, 一定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。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, 要记着, 不要以为绑匪得到了钱, 你就会被释放而放松而警惕。 万一真的被绑架了, 尽量不要好奇地去看绑匪的样子。 尽量不要和绑匪有目光的接触。 就算绑匪戴着面具也必须小心, 尽量不要看到他们的样子, 不然绑匪会以你看到他们的样子为理由而杀害你。 不要以为你能记着他们的样子, 可以帮助警察破案。 万一真的被绑匪, 一定要和绑匪配合, 不吵不闹, 避免受疲肉致苦, 尽量地吃、喝和休息以及补充精力。 千万别说一些让绑匪生气的话, 让绑匪知道你是不会反抗的, 而且会乖乖听话, 因为听话的人质会更安全。 千万要记着,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, 别无乱地反抗, 以免生命受到伤害。 如果有信心和机会逃生, 必须根据环境随机应变, 不然的话就耐心等待。 只要发觉到绑匪有意杀人灭口, 就必须采取行动反抗到底意, 绝对不能让生命受伤害。 最后, 我再次地提醒大家, 别以为学会拳打脚踢, 就是自我保护。 保护自己的第一个条件是, 学会远离危险。 远离危险需要警觉能力、 知识与策略, 以及良好的行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